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SEM 结构方程式 那传统的我们这边有列了5点 我们有列了5点 我们就由后面的每一张投资影片来细部拆解 来细部拆解 这边放到两张 好,第一个是传统的统计方法 只能分析观察面数 什么叫传统 传统的统计方法指的是第一代的统计学 那这些观察变数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你的问卷的每一题 所以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潜在变数的这一个团圆形 叫做满意度的话 那观察变数这三个就是满意度的第一题 满意度的第二题 满意度的第三题 那为什么说我们传统的多变量 只能观察 只能做观察变数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做SPS的时候 你如果做满意度对不对 那即使你有满意度三题 到最后你要做回归 你还是怎么做 加总平均 有没有 加总平均之后不是就变成一个分数了吗 变成一个分数了吗 只要你是可观察到的分数 都叫观察变数 潜在变数基本上是一个虚的空的概念 它是一个比较偏心理测量空的概念 所以它不会有一个分数做代表 所以结构方程模式里面的潜在变数 是由你的观察变数 所产生的 两两关系产生的矩阵 去估算它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以前我们在做多变量的时候 都习惯把观察变数 就是满意度1、满意度2、满意度3 加总平均 你一做加总平均呢 就会怎么样 变成一个分数了 就会变观察变数 那这也是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只能这样做啊 不然你要叫我们怎么做 以前又没有矩阵的关系 好,那传统的方法呢 假设分 传统的方法呢 假设怎么样 测量没有误差 测量没有误差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在做加总平均的时候 其实有个假设 什么假设 你是假设性度100% 屏幕没有误差的 那你会说 为什么要这样假设 因为你没有这样假设 这就不能加总平均 所以我们以前在做多变量的时候 都把它加总平均了 所以怎么样 假设没有误差 可是在结构方程是怎么样 我们把每一个题目的误差 这个意义就是误差 都有估算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他会被称第二代统计学 是因为他把误差估进去 所以会觉得结果是比较严谨的 是比较严谨的 那第三个叫什么 保留变数的完整讯息 就是结构方程是 其实有保留完整讯息 第一代统计学 就是多变量 他有做所谓资讯移用 或是资讯简化 怎么说 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实物的例子 假设有两个男生要追你好不好 然后他们都说 我愿意帮你做三件事 可是谁比较爱你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假设你今天做的考题是上面那一个 好不好 上面那一个 我们先不要看下面那个功练 假设你出了三个考题 第一个考题叫做 愿不愿意陪你聊天 第二个叫做 愿不愿意把他自己以前的事讲给你听 第三个是 第三题叫做 愿不愿意带你回家认识家人 那我问你 这三题 如果你给金牛做的人测 他会得满分 可是你给天蝎座的人测怎样 只会得到一分 可是谁比较爱你 不一定啊 他们自己呢 如果觉得都不愿意帮你做这三件事 里面的主成分子也不一样 比重 login也不一样 可是以前我们在做SPS的时候 你把满意度有七题 七题加总 他就只是一个分数 平均分数了 我打个比方 我们不是都有参加过联考吗 也不能这样讲 搞不好这一段话再过五年 对我们促长 我说老师我们这一代不用联考 那时候真的 那个已经隔了好几世代 我们以前不是都会得到一个总分的平均分数吗 可是如果我跟你都是平均分数80分 请问我跟他谁的英文比较强 你怎么会知道 你不知道啊 因为已经被加总稀释过了 所以这个是以前我们在做多变量 加总平均的一个状况 那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 这边的两个人爱你 有没有 然后题目这边 构面到题目 箭头是朝外的 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这个叫做反应型指标 这叫反应型指标指的是怎么样 指的是构面是因 题目是果 再讲一遍 构面是因 题目是果 那因为构面是因 题目是果 所以你的题目呢 会有一致性的高跟低 所以你的信度才会过关 以前我们在做SPSS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做反应型指标 比较多 我来打一个比方 你会看到说 这边有跟你讲 金牛座男生爱你的表现 他会怎么做 他会很爱跟你聊天 然后呢会自我揭露 就是讲自己很多事给你提 然后会带你回家 认识他的所有亲朋好友 这叫回家 然后贴接说爱你的表现怎么样 他会跟你共用东西 然后怎么样 也会跟你分享金钱 他最后一个叫什么 叫自我揭露 这边指的都是爱是因 然后这些表现是果 我这边要问大家一件事 在座的女生你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那可以帮助你的疑心这个概念 你的另外一半 或是你的男朋友 做了一个贴心的举动 所以你觉得他爱你 请问是因为他做了这个举动 所以你觉得他爱你 还是他本来就爱你 所以他才会做这样的举动 再讲一遍 请问他本来就爱你 所以他会对你很体贴 还是他对你体贴了 所以你觉得他爱你 从反应型指标的观念 如果你的构面叫做他爱你的程度 那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他本来就爱你 所以他会对你体贴 体贴只是一种表象 所以他不只对你体贴 他可能怎么样 还会容忍你 对不对 然后偏你唠叨 我刚刚讲的三题 对不对 所以就是代表这三题 构面是因题目是果 如果你觉得说他对你好 所以你觉得他爱你 这叫形成型指标 可是那个构面就不叫做他爱你 是你感受到被爱 OK这两遍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我们通常在设计构面的时候 跟题目的时候 在SEM做的都是反应型指标 构面是因 题目是果 当你不是这样想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 这些题目会全部 没有一致性的高跟低 我打个比方来说 如果你今天要测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你会先想到什么 钱 对不对 然后会想到学历 然后可能会想到职业的种类 可是我问你 一个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 必须要这三个都具备吗 不用啊 郭台铭的学历有比你高 在座的都比他高 对不对 然后你觉得那个 你觉得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 这三个不会有一致性的高跟低 如果你要一次性高跟低 应该怎么样 应该去想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 有什么表象 他可能怎么样 朋友会比较多 不管真心或不真心的 休闲种类会比较多 然后什么 健康检查次处会比较多 然后有些表象啊 所以我上次在教这个的时候 教到一个大学 那个有一个硕士班女生很有sense 都对啊 如果要挑那个小胎啊 对不对 一定要用反应型指标啊 才会准啊 因为三体都通过代表具有名字性 他家真的很有钱 如果是那个行程行指标 对不对 就会容易遇到什么 遇到骗子 不是很多开兵是说他家很有钱 事实上是要骗你钱的吗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其实统计的概念都可以用在你生活上 只是说看能不能讲的比较白话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有些概念呢 没有办法讲白话的时候就是代表怎么样 我也还没有想到更白话的例子来 想给你听 其实做这一行有时候会有职业病 我跟那个张伟良老师有时候看到那个电视剧啊 就会想说啊对这一段可以用来讲什么 像他最近在想说怎么把蓝营网的例子用在统计教学上 我说我现在很害怕 跟那个综艺节目主持人那样一样 好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这个是反应型指标 那第四个叫什么 无法同时处理直接跟间接效果 F1影响F3呢叫做直接效果 然后他如果透过F2去影响F3 这叫间接 以前我们在做回归 在做多变量是不是这个要跑三条线 三次回归 所以他代表无法同时 那结构方程式呢一次就解决了 所以信心水准还是95% 所以一样还可以把它处理掉 第五种是什么 叫做可以完全重置其他研究的结果 就是我一开始跟大家讲到的 你可以用别人的共变因素矩阵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那我如果拿到你的SEM架构图 再拿到你的原始资料 或是共变因素矩阵 我可以跑出跟你一模一样的报表 所以跨群組跟跨国比较 跟任何比较变得容易 而且不是容易啊 可行啊 以前根本不可能这样做 所以这边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喔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 如果你的研究上遇到任何问题 黑血没有过来 我们都会回复 我们会在我们能力范围内跟你回复 不能回复的 我们也会跟你讲说 这个我们不太会 不会逞强跟你让回答 然后你如果寄来的信 一个礼拜没回复了 麻烦再GPS 因为有可能那几天刚好在上课 所以已经阴掉了 那这边要跟大家讲 你如果问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复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叫做你的架构图的图档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的raw data 原始资料 因为你不一定会转购命运数取证 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email里面写的那么长 可是有图有真相啊 搞不好你只是某一个地方 忘了设定1 那就搞定了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图跟原始资料寄过来 然后简单描述说 为什么我的model就是跑不出报表 然后我们就打开我们软体 多年事要帮你看一下 通常3分钟就可以解决 比较严重的都是什么 你都跑对 可是为什么模型过不了关 那个我们现在有比较贴心的服务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很多Q&A都做成影片 就是贴在YouTube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用打字的回答问题好累哦 干脆怎么样 干脆用录影软体呢 直接跟你讲说啊就是这边点那边按 或是哪一边paper 然后你看的影片不是会比较 也容易进入状况吗 有我们上那么多课 很多人的反应就是说 投影片能不能写再详细一点 像说一样 那会可以死人的 还不如直接录在影片给你看 所以我们Q&A现在会变这样 所以如果你要问任何问题 包含SPSS跟Q&S 欢迎你询问 可以寄我们的email 寄我的或是记忆商丸老师都可以 如果你要问其他问题也可以寄过 因为我们其他里面的老师也蛮齐的 那你不要担心说 我们会把你的原始资料或架构拿去干嘛 我们又没有在学术界 我拿到AKSSC也不会加薪啊 而且我拿你的资料也不敢拿去教学 教学的话就有证据了 你就说我们资料怎么会出现在上面 没有啊 这些资料都是我们那个什么 拿那个官方的资料再去改 再去改的 好 所以这个可以重置其他结构 我上礼拜碰到一个研究审 他在那个line上面丢我一连串的APP 他问我说他的结构方的模型 为什么过不了关 然后我就回复他一句话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过不了关 寫mail给我 因为我手机里面看不到他的图啊 对不对 看不到他的图 现在Amos也没有出那个叫做 叫做什么 智慧型手机版啊 我怎么会知道你的报表长怎么样 没看到还是不知道啊 好,接下来要讲什么 讲验证事因素分析 为什么说验证事因素分析 简称CFA叫做 SEM的D块状块 D块状块 原因是因为这样的 假设这个是你的研究架构 有F1 F2 F3 那因为现在Amos画图很方便 你可能一下子就把它画好了 那正常人就怎么样 按执行 他执行只会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叫做跑出来 model有过关 第二种叫做过不了关 好,无论过关或过不了关 你都做错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第一步 第一步是怎么样 你要先做CFA CFA是指验证事因素分析 你要先去验证F1这一块 这三个屏幕是不是能够代表它 再验证F2这一块 这三个屏幕是代表它 再验证F3 这三个屏幕是能够代表它 一个一个做 所以如果你的研究有三个构面 最少要做几次?三次CFA 做完再把它组起来 80%都能过关 剩下那20%是什么 遇到最多问题是 第一个叫贡献性 就是我们不是会产很多的质变数吗 然后去影响Y 你会发现结构方程模式里面 也是有贡献性的问题 那通常如果你贡献很多 通常如果你F1影响F2 Happers都跟你讲说应该是正的 你跑出来的线是负的 你就要有警觉性的 为什么? 那个不是伟大的发现 通常你要再去做一个检查 什么检查? 你把F1跟F2去跑一个相关 如果相关是正的 通常来讲你的回归 就是你的F1影响F2 这个技术上的线 应该也要是正的 它应该要是同号 同号 如果它有相反的话 代表你有贡献性问题 那贡献性问题 以前我们在SPS的时候 比较不痛 为什么不痛? 因为我们以前在SPS的时候 一个题目就可以代表一体了 所以贡献性的时候 以前老师有怎么教我们 砍掉 所以敢砍掉一个题目 感觉没那么痛 可是SGM贡献性代表怎么样 整个贡献拿掉 哇,就好痛 所以你会发现怎样 如果有发生贡献性的问题 通常是整个贡献面 就会需要拿掉 当然有第二种解决方法 就是把每个线都设定一个固定值 国外有paper有资值 可是有些学者买单 有些学者不买单 所以你的架构如果做出贡献性 要投国外paper通常也比较艰难一点点 可是我刚刚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吗 你可以先用PLS做探索 再用SEM做验证 基本上都比较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会遇到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这几年都是先选SEM 所以都是先做艰难的验证 所以常常就遇到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购面太多了 你会说 老师我明明就每个购面都 经过CFA的检定 为什么煮起来 你不是说煮起来一定没问题吗 对我说煮起来没问题 可是你也忘了我们上课有讲过吗 学者建议购面控制在5到7个 购面太多的时候 题目跟题目之间会产生怎么样 奇异错误的假相关 所以以前你看那个 台湾2000年左右的taker 对付这一招都怎么做 他都直接把那个题目跟题目 拉一个相关 有没有 你有看过早期的那个Vicius 都这样拉相关 就会过关了 那个是错的 那个是错的 那怎么解决 原因就是因为购面不要太多 购面不要太多 题目也不要太多 因为SEM本来就是做一个小样本 你讲样本 做一个理论的验证 做一个理论验证 那讲了那么多 到底什么是CFA跟EFA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假设我有一堆积木 好不好 请你想象一下 右边这边是一堆积木 我积木有长成什么形状的 有X夹1乙丙2YZ3 那我如果用探索式因素分析 我现在是要先用探索式因素分析 帮我去跑这一堆积木的话 跑出来他会怎么跟我讲 他会说你有三堆东西 哪三堆第一堆叫XYZ 第二堆叫E23 第三堆叫甲乙丙 那你就会就这三堆子怎么样 取名字 所以多变量研究方法里面都跟我们怎么讲 跟我们讲说因素分析 判索式因素分析 分出来的构面 你请研究者自行命名 可是要跟研究相关 所以我就很相分的帮他取成英文字母 数字跟中国字嘛 你不会那么的KUSO取成什么 玫瑰大班向日葵相班 他一定会被人家叮的啊 OK 所以可是呢 为什么探索式因素分析可以这样做 因为他根据的演算原理叫做相关 相关 他会把相关你的题目聚在一起 可是实际有跑路的人应该都会知道 事情没有呢 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事情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怎么说呢 通常我们在做探索式因素分析的时候 题目会乱跑 像右边那个是叫乱跑 怎么乱跑 他可能呢 比跑到英文字母这一堆去了 然后中国字里面呢 夹杂了一个英文字母 请问我们一般会怎么做 一般会把它删掉 一般会把它删掉 那我问你一个状况 如果你有一天是遇到 英文字母里面那一堆啊 XY搭甲乙 四均逆底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你就会说看哪一个 loading是要高啊 留着其他三个 对 可是你不觉得三来三去 就跟原先构面是不是都 会重组都不一样 而且你实际有跑步研究人都知道 如果你原先构面设计三个 对不对 严谨来说你是要把所有的题目丢进去 跑探索是不是就能吃 然后你就这时候就会怎么样 开始拜拜 拜一下说等一下分出来 刚好分三堆 我问你啊 如果这堆题目分出来分四堆 你要怎么拜 你也只能再拜啊 不然你的原先paper就只能设定三堆 结果跑出来变四堆 很有可能哦 而且是常常发生哦 那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呢 我们后来学者就有发明一个东西 叫验证事运处分析哦 它的原理是怎样 你听看看哦 它的原理就是一开始呢 我就跟电脑讲 我今天的研究构面有三个 叫英文字母 数字 中国字 英文字母有这三题 数字有这三题 中国字有这三题 请电脑帮我做验证 那验证结果只会有两个 一个就是Y能不能代表英文字母 不行的话删掉 可以的话留着 他不会跑来跑去 也不会跑硕加 所以他的原理是这样 那验证事运处分析呢 它的角色设定就是说 如果你的论文哦 是做验证式的论文 什么叫验证式论文 就是有确定构面跟题目的 你应该用验证事运处分析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就是要验证 这些题目能不能代表这个构面 那你会说探索事运处分析 是不是就被取代掉 淘汰掉 不是哦 如果你今天要发明问卷 发明问卷 那你这个领域都没有人发明过 你会用探索事运处分析 去做分类 为什么 因为你设计了一堆题目 你不知道说哪些题目可以被聚在一起 所以探索事运处分析现在的定位 会定位在怎么样 定位在问卷的前端设计跟发明 如果你的架构要做验证的话 你应该用左边这一种 那台湾有些人 其实美国也一样 会做那种叫做混合型 什么混合型 他把同一笔资料 丢进探索事 跑完再丢验证事 他其实不用这样 你知道吗 因为验证事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基本上探索事 有问题的题目在这边都会得到检验 而且你先跑探索事 再跑验证事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它是根据相关 所以你题目会乱跑的话 还跑去 有时候是因为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收到的样本 刚刚有一些状况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本来在验证事这边 应该是排排站的 在探索事这边 因为题目跳一跳去 被人删掉 所以通常来讲 国外 目前有很强分析是 如果你要做验证事 你应该不用做到探索事分析这边 请说 你再做验证事 就是对了来讲 所以你刚刚讲说 你跟三次做 你会不会用一次做 一次做是最后一次 第二次 为什么叫第二次 其实比较严谨的做法是 这三个独立做 对不对 然后如果这三个都是自变数 我们会拉一个相关 证明说怎么样 自变数彼此间有相关 然后再处成format 这是比较严谨的过程 那如果说比较宽松的 我们就会单独做完 直接 组起来 直接组起来 就是像这个单独做完 然后直接就组起 直接都组起来 会不会event 这个是一个接触 再说 两两三段 event 这三个之间是有 没有 他们三个之间 到底有没有路线 是根据你们 理论配方式 而不是你乱拿过 对 可是你在考验证性艺术 对 有些人是会认为说 各种做 然后有一个架构的工作 那 我是可以分一次做 我也可以用一次做 Amos Amos跑得出来 那我呢 我要 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的Amos 其实一开始就可以画4model 对不对 那叫完整的模式 跑出来 可能不过关 可能过关 为什么我刚刚讲 过关跟不过关 你都做错 因为如果是过关的话 其实你这只是 最后的模型 你没有去交代说 在验证性因素分析阶段 这三个题目真的能够代表它吗 你没有那些报表跟数字 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人在做验证性 在做结构方程式的时候 会去算每个构面的 性度跟效度 性度就是CR值 效度就是Ave值 所以你把整个4model画完 没错 可是你还是没有得到那些数字 那些数字还是要一个构面 一个构面去跑 那如果说你不过关的话 问题也有什么问题 其实如果你这模型没过关 我们从肉眼看不出来 是哪一个构面出问题 看不出来 它的问题还是必须要回归到CFA 一个构面 一个构面去检查 所以我们会说 为什么说它是第一块砖 因为你把它盖成房子之后 真的看不出来哪个桩块有问题 还是要重挡掉 一块一块检查 可是当你每一块桩块都验证过 没问题 在把它盖房子的时候 你的问题就只剩那两个 一个叫贡献性 一个叫购面过多 你只需要解决这两个 其他都不会有状况 有时候因为你可能 有个购面它只有两个 所以你去保险 可以有什么东西吧 OK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后面会跟大家说明到 结构方程式 每个购面至少就要三个题目 两个题目是不能跑的 那两个题目 或是一个题目 会建议你用什么 PLS PLS可以接受两题或一题 所以他才会说他是探索的 因为你在探索阶段 可以接受一题或两题 等他验证了 真的觉得这个功能可以用 你就要帮他设计出三题目上 再去做一个验证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结构方程式里面有两题 跑不出CFA 跑不出CFA的 他是基本要求 你这三 就需要三个题目去提供他讯息 提供他讯息 好 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讲到 这边就有讲到有没有 我们根据音速分析步骤 这边直接会带软体给你们看 就有这些流程 那这些流程用讲的 你一定也不深刻 我们直接来看软体 直接来看软体 好 我今天要做的Sample 是这个 好 我们现在用同一个构面 来验证一个东西 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是满意度 我们刚刚有把它跑 在SBS跑性度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在SBS阶段 7个题目都过关 7个题目都过关 然后在A模10阶段 A12阶段 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动作叫做 一阶7FA 叫验证试因素分析 好 那我们来跑看看 读一下资料 读的data 一样是demo那一个资料 demo这个资料 一模一样295笔 好 通常我们在做一阶 在做验证试因素分析的时候 会先去看标准化的值 那也会看上面model的值 model值我们通常会怎么看呢 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些标准 卡方除自由度 严谨是1到3之间 要介于1到3 那宽松是5以下可以接受 那GFI HFI 要大于0.8 那这些你都不用背 为什么 因为坊间认了一本书 都会有一张list 让你去查 那最重要的RMSE要怎么样 小于0.08 小于0.08 所以我们这MOP没有过关 没有 所以你看这七体在信度是过关的 在SPS的Compash Alpha 可是在这边没过关 那我们来看一下 检验的标准流程 第一个叫做看标准化的值 这边按这个是标准化 这个是非标准化 那标准化的值 如果小于0.5的 我们先删掉 宽松标准是0.5 严格标准是0.7 要符合0.7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小于0.5的 有嘛 第七体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他就跟你讲 第七体呢 它的Loading太低 不太能够带到这个购面 所以我们要怎样 把它删掉 然后再跑一次 然后再跑一次发现怎么样 RMSE还是没有小于0.08 那标准化的值呢 还有没有小于0.5的 没有了 对不对 这时候就要用第二招 叫做修正指标 修正指标 那点这个钮 可以看到AMOS的完整报表 完整报表 我们的修正指标 就是要从这边看的 它的左边有一个树状图 这边就会有MMI Modification index 好 那这张表怎么看 它就我们要先去看这张表 Coverence这张表 你的MI有没有 找最大的 最大是哪一个 23.598 那对过去是哪两个 E1跟E2 它的意思是跟你讲说 E1跟E2 它呢 有贡献性的问题 三叉不独立 所以呢建议怎么样 这两题应该要删掉五题 当你删掉之后 它会降低呢 比较多的MI值 模型就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问题是怎么样 问题是E1跟E2要砍谁 比较好 我们现在只知道要砍掉 可是不知道要砍哪一个 所以你就来这边看 首先呢 我们会去看什么样 我们会去看说 E1呢 除了跟E2有关系 他还跟谁 E5 有没有 然后他是多少 6.4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是 E2除了跟E1之外 还有跟谁 E4跟E6 有5.8跟10.3 加起来简单心算是16 对不对 所以会变成怎么样 砍掉E2 这整个16的MI值就不见了 砍掉E1是少掉6点多而已 所以要砍哪一个 E2 以砍掉呢 能够降低最多MI值的呢 为基准 为基准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你会发现我们就会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去找出E2对过来的是谁 CS2 然后就怎样 然后就把它删掉 跑一次 有没有想到0.08 有 就过关了 AGFI AGFI 都大于0.9 卡邦跟自由度 符合严谨标准 1到3之间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这5题才能够真正代表满意度 可是在SPS阶段 这7题都是过关的 有2题跳不出来 好 那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讲到 讲到一件什么事 当你报告完之后呢 是不是这边都会有一个 都会有一种这种报表 对不对 都会有这种报表 我们都会建议大家要怎么写才会快 你一定要呢 一定要开一个Excel 把这些纸 贴过来 然后怎么样 Fabel不要 然后把这个线 有没有 再开一个WORD 其实为什么要做这招给大家看 因为这样写作才会快 放大一点 你在论文跟Fabel看到的 是不是长这样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去Key一个数字 你不要把Amos PLS SPS 任何报表 直接贴过去WORD 或PowerPoint 因为第一个 调小数点位数很困难 因为我们的报告 一律只需要小数点后3位 有时候你得到的是5位6位7位 那第二点是 你要调框线跟那些字体呢 贴过去WORD 跟PowerPoint又很困难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怎么样 建议大家标准流程一定是你所有的报表 所有的报表 贴过去一个Sale 再转贴过去WORD 相信我 这样会最快 而且不会犯错 以前我们在SPS 跟Office没相往的年代很可怜 为什么要两台电脑 一台有报表 另外一台重化WORD 重化WORD的表格 所以这样做你才会快 这样做你才会快 OK 所以这个简单跟大家讲到 那至于怎么调那些字体什么 那应该是WORD性的功能 大家应该都会 好 所以我们砍完之后 如果得到满意度 这是这四体的话 我们就会把满意度 用这四体去跑 Final Model 就是最后的Model 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通常啊 SES应该构面 最少要三题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学者 实陆上建议 你要设计五到七题 为什么 因为我问你 如果有一天 你只有设计三题 然后上面的Model没过关 请问你要砍题目吗 砍题目只剩两题不能分析 不砍题目 我整个工具不能用 前后都是悬崖 答案就是挂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你会发现通常我们建议设计五到七题 五到七题 你如果设计不到五到七题 只有三题或两题 真的是转PLS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比较安全一点点 好 那我再把一个完整模型给大家看 open一下 这个是完整模型 比较复杂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RMS页有没有小0.05 小0.08 有 AGFI GFI有没有大于标准要0.8以上 也有 卡方处自由度要1到3之间 也有 所以这整个构面就过关 我们会说这圆区间那么多 怎么还会过关 因为五到七个构面只是建议值 不是说八个构面 九个构面就一定不会过 只是你要有个认知 就是构面越多 越增加它的模型的复杂度 所以你看这边 你看这边 你看这边 我们有那么多构面 而且这是一个二阶 你看服务品质有包含五件东西 这五件东西又各有带题目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构面 也有过关 而且这边要跟大家讲 这边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是针对原先的题目做CF修正而已 你会发现 不用残差拉相关model也过关了 不需要把题目跟题目拉 以前错误的做法就是 这边误差跟这边误差拉一个相关题 然后模型会更好 你会拉那个更好是因为 那两个误差就是跑出来的假相关 是电脑分析得到的假相关 所以你拉其实也说不过去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你会发现通常 如果你CFA做过关 主神做model 大概有80%机率就会过关 不过只剩哪两个 第一个叫购面太多 购面太多 那第二个叫什么 第二个叫做有贡献性 像这边的话 那企业形象、服务品质、转向成本 都去影响满意度好了 那他们三个如果有贡献性的话 你就必须要拿掉 这是你有可能遇到的状况 你有可能遇到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结构方程模式 大概你需要知道的基本认知 那当然一些比较西部的功能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再去翻一些书 翻一些书 或是我们有一些影片 在旁边上也开了 再去看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到 发现到一件什么事 你会发现到说 我原先满意度的七体 在SBS可以过关 可是在SBS就挂掉了 就挂掉了 所以我们这边有办 满意度做一个CFA给你看 然后再组成4model 再组成4model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PLS